字幕志愿者 街道 牛仔 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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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la 大家好 我是韵 联麗旗下的Lanku機殼一直都是裝機的熱門選擇 在前幾個月開箱的Lanku 3更新過後 價格更加便宜 但同樣保持超多模組化設計的Lanku 2.16 登場了 前一代的LAN COO 215 經常現身在裝機預算不高的配單中 以高CP值常駐在機殼紅白的T1榜中 這次的LAN COO 216也是相同的產品定位 以LAN COO 3有著2200多塊的價差 是RGB版啦 白色版本為2790 那這次我們開箱的是黑色版 定價為2590新台幣 全面機的衝孔前網板 搭配了兩顆16CM大風扇 讓LAN COO 216的散熱性能超級酷 下方把握手開啟前面板之後 就可以看到固定前方風扇支架的6顆螺絲 可拆卸的風扇支架 可以更方便的安裝360或280隨冷 又或者是你想要換不同尺寸的風扇啊 前面板的IO插槽設置在機殼上方 IO提供兩個USB 3.0 跟一個USB 3.1 Type-C 在前面板左下角也預留了可以更換的安裝位置 這個位置可以加裝額外購買的DLC配件 額外的DLC配件 可以設定風扇外框以及中心的燈效顏色以及模式 還為外提供兩個USB擴充插槽 支援ITS到EATS尺寸的主機板安裝 LAN COO 216它在旁邊設置了可翻轉的走線孔 可以迴避掉EATS主機板安裝時會擋住走線孔的問題 雙重主機板同柱鎖孔 以及可調整的後方IO安裝區 都是為了風扇以及水冷的雙模式切換 預設為水冷安裝模式 能夠在上方提供更多的水冷安裝空間 7個PCIE安裝插槽 由4顆螺絲去固定 根據顯示卡直立或直插去做模式的交換 機殼配件中附贈了1個PCIE風扇安裝支架 可以由機殼外側安裝1顆12公分的風扇 來幫助顯示卡做散熱 整線空間內設置了4主接口的ARGB風扇極限器 以及控制器安裝板 多條魔鬼專速線帶以及整線夾幫助整線 尤其是CPU供電這個會經過的區塊 設置了3個扣環來幫助整線 主機板的背面、電源艙內的硬碟架 跟電源艙上的安裝位 最多可以安裝6個2.5吋 以及2個3.5吋硬碟 同時電源艙上的安裝位呢 還可以選擇安裝2顆12公分的風扇 但是硬碟跟風扇只能選一個來裝 可以單獨拆卸下來的上方風扇安裝支架 可以安裝2個14公分風扇 或是3個12公分風扇 LAN COO216在前方預裝2顆16CM的ARGB風扇 還有後方1顆14CM的無光風扇 如果想要把前方的風扇換成12公分的也可以 整咖機殼最多可以安裝到10顆風扇 LAN COO216一次要打10個嗎? 最高18CM的風扇塔散安裝高度 39.2CM的顯示卡安裝長度 NVIDIA RTS40系列的顯示卡 不用怕 都可以裝 如果想要顯示卡直立展示的話 也支援到最寬15CM的風扇塔散 以及14CM的顯示卡散熱模具 LAN COO216再次以更便宜更實惠的價格出現在市場上 雖然更便宜 但他也學習了前輩LAN COO3的各項模組化設計 LAN COO216從裡到外 從上到下 都有著全方面的可變動結構 但方稱網的DLC加構 嗯...也跟著學起來呢 好的也學 壞的也學 實在是 如果你的機殼預算在3000塊以下 又想體驗一下聯力最新的LAN COO系列模組化結構 LAN COO216可以說是最好入手的款式 那更多機殼的細節可以參考我們下面的開箱文 那我們今天的介紹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YUN 大家記得訂閱我們頻道喔 掰掰